肖战这两天在新加坡大放一彩 海外人气爆盆让很多人破大房了 果不其然黑热搜这就来了 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老话题 有余记说肖战这个哥们就是疯狂爱工作 私生活很是无趣 这样的肖战当然还要再哄很多年啊 后面虎视眈眈的多少人都换了好几茶了 这哥们还是稳如泰山 看着大帅哥的盛世美颜杀遍各大平台 看着海外粉丝给的欢呼呐喊 看着主流媒体跟着盛世狂观 看着肖战风轻盈淡的接受一波又一波的顶礼膜拜 看着肖战一个短短的露面就胜过了大平台精心准备的豪华盛典 而自家不管整了多少的花样买了多少的热搜 刷了多少的存在感都不及肖战露面的几秒 你说大家能不着急吗 肖战那从不刻意获取却汹涌赤裂的流量 是多少人艳羡不已却无法企及的存在 羡慕的口水都顺着眼睛哗哗的流啊 最可怕的是肖战越走越高 取而代之越来越难 怎么能把这个大树扳倒 花分也是不敢想象的惊喜 尽管肖战一直单身 但每年都练琴传闻却接连不断 不管男女老少 肖战的生活都在大家的嘴里 而不是肖战的生活里 不走歪门邪道的肖战就是得硬扛着 越解释越试试 最近更是各路人马纷纷出动搞事情 从练琴到工作 甚至到了毫不睁眼的直指肖战本人 今年肖战三剧联播 让很多人急得三剧跳脚了 播出实际更是让很多妄图取而代之的人着急不已 接踵而来的大电影更是让他们如临大敌啊 大电影顺利上映的话 肖战内于第一小生的位置可就更无人撼动了 短时间你就只有看着肖战一路走花路 画蹭的边恐怕都不好沾了 这种堂而皇之的造谣每面都得发出几次 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就是利用普罗大众的仇富心理 先引导一波舆论再说 我想肖战接下来的工作一定面临各种搞事情 你就想想汪沧海 肖战 古装 权谋 大男主 郑小龙这几个词溢出来 谁会不激动 谁会不羡慕呢 更别说中影和徐克了 知道肖战已经超越90身赛道 用这小身的年龄接着终身的资源 怎么能不急的跳脚 大电影再一上映可就是更甩开了其他人80条接眼了 别说取而代之 挂蹭都没了资格 那还让别人怎么活呢 天下兮兮 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 皆为力往 肖战接下来要上映的大电影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总有些人一天步行正道 天天搞些吃美王俩的手段 真是让人看不起 我们稍安无躁 不要慌 时间会给出真相 我们跟着大帅哥的脚步坦坦荡荡的向前走 你要他跌入最谷底 我非要让他站到最高处 期待肖战的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哲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